连续三年代言保养品的杨承林 十四号出席活动时 有名贵跑车再送到会场 穿着一身蓝色洋装的杨承林 还小露视夜线 不过曾传过绯闻的张绍权 就在隔壁办活动 杨承林却装没看到 笔直的走进活动会场 完全没看到 因为我刚刚是坐着跑车过来的啊 我们今天应该不动300个人 嗨 真的没有遇到耶 因为我今天要当店长 如果我做好我店长的本分 他还没有离去的话 一定会打个招呼 不然等一下再打电话给他就好了 杨承林以大方的态度 面对敏感问题 不过日前传出 她在卫星专辑录音时 因想起和前男友 汪洋斌的短暂恋情 而泪洒录音室 杨承林则拨斥 这传言太荒谬 我只能说这样的听说 实在是太胡说了 没有这回事耶 对啊 而且我怎么要想他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 对歌曲的投射 不见得是想到一个人物 就好像我们演戏的时候 因为有很多事情 我们都没有经历过 所以我不可能硬要去想一个谁 或者是我发生过什么事 因为我也真的还年轻啊 所以我觉得对歌曲的投射 完全就是写词人 它的厉害之处 就是我可能没有发生过 或者是 我觉得好像似曾相识 可是又好像是别人的故事 那种感觉 但是它用文字去 打动了我的心 所以我觉得真的不需要去想谁耶 我的歌就是这么动听 浩强的杨成林 不愿让别人看到自己的脆弱 硬是将话题转到作词人身上 更让台下粉丝 心疼杨成林的逞强 搜狐视频娱乐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